大家好,我是虎聯理事Selena 歡迎收看由虎聯和永利關愛聯合製作的愛心廚房 今天我們有Octelia,她是永利餐飲管理學院的培訓師 Octelia,今天將會為我們準備一個什麼奧婆名菜? Hello,Selena,今天我會為大家做的奧婆菜是明治 我會為大家介紹今天免治所需要的材料 我們會有豬免治、牛免治、洋蔥、蒜蓉 調味料方面我們有老抽、潔汁、豉油、鹽、糖、香葉和腩油 雞蛋一會煎好 配菜方面我們會有薯仔 現在我們開始準備免治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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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們先預先準備我們的腩油 好 其實Octelia為何豬肉和牛肉一起煮 因為在奧婆式內會有豬肉和牛肉 因為我們現在的比例 豬肉比例是多於牛的比例 因為牛肉本身比較乾身一點 所以豬肉就會肥一點 如果我們全部用牛肉的話 炒出來會比較乾 所以現在有些豬肉和牛肉炒出來就會好一點 明白 對 你看到鑊差不多有少許煙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放了 即它已經夠熱了 因為這些肉碎如果我們不夠熱的話 炒的時候它就會很容易出水 如果有些人說 譬如因為宗教信仰 不可以吃牛肉或者不可以吃豬肉 有沒有什麼可以去取代呢 其實我們也可以用雞肉 對 其實Octelia 我之前也想問這個問題 因為我媽媽不吃豬肉 就是牛肉 是 他就很喜歡吃雞肉 是 但其實你外面一般吃煙漬 它都會是煙漬豬或者煙漬牛 是 所以如果是雞肉的話 會不會好吃呢 雞肉都可以的 不過炒出來的顏色 可能雞肉就會比較白一點 是 是 我們炒到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先把它拿起 然後我們就可以炒洋蔥和蒜 好了 我們的油我們不需要全部倒掉 因為我們還有洋蔥和蒜 要炒 如果你看到不夠的話 就加多一點 但就不需要太多 因為待會我們再炒的時候 他們會再一起炒的時候 就會太多油 好了 看到它差不多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下洋蔥粒 我們可以先炒一炒洋蔥 我們再下蒜 因為太早下蒜 它很快焦 其實炒洋蔥呢 我常常都會炒洋 炒到黑細 有沒有什麼方法可以避免 其實爐溫很重要 因為洋蔥很容易變食 是的 所以記得下的時候 爐溫不要太大 下了我們不夠 我們再加大 對 就會容易控制火候 我們就下蒜 你看到差不多有些顏色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下剛才的肉碎 然後再加進去 你看到它已經很快就完成了 然後我們就可以下我們的香葉 就開始做一些調味 還有我們的鹽 因為我們要調味 還有一點糖 然後這個醃汁 還有我們的老抽 是一定要的 在這個 奧葡菜裡面的面致 老抽是老顏色 那那個醃汁呢 醃汁呢 醃汁是因為它的味道 其實是 有些 酸酸的 對 也是這個面致的 一個精髓 是的 是的 OK 那就差不多了 好了 麻煩你幫我帶一碟 好 我們想的時候 記得我們有一塊香葉 我們先拿走它 OK 其實這個菜式是一個很傳統的奧葡特色菜 因為以前家庭不是那麼富裕 如果家庭不是那麼富裕的時候 其實有肉食已經是很奢侈的東西 再加上怕不飽 又可能家庭有很多人的時候 再加上薯仔和飯 他們就會一定飽肚 一定飽肚 最後我們就加上煎好的蛋 把蛋蛋放在上面 然後我們的 模式面致 就完成了 加上少許顏色 我們可以放些 嗯 放上去 加上我們的裝飾 我們的面致就完成了 當然 配上白飯 就完美了 非常完美 我今晚也要試一試才行